其實這是荷蘭第一台 買新房 開心燕屋 這是維尼在新北板橋買的預售屋 搭配新勤安政策 要減輕房貸壓力 如果沒有新勤安大概一個月 要繳四萬多 但因為攤平到四十年之後 我覺得每個月減輕 但就可以把多元的資金 做其他的投資 維尼買的這間房二十多坪 加上車位總價約一千五百萬 申請四十年房貸 五年寬限期 每月還款三萬多 只是新勤安政策幫助手購族 卻也有人是假清安人頭戶 房市過熱這回 連新勤安政策也被盯上了 根據了解八大行庫 將會針對的人頭戶 以及包租工來進行房賭 而且至少會採取兩大措施 第一是注意房屋過戶後 房屋和土地騰本 有無產權不得已轉住計 第二是和房貸戶 拿取年度所得稅資料 查看是否有租金收入 去看看租客是不是有做租金的申報之外 那另外而言的話 可能會比對戶籍所在地 跟去查核借款人 是不是有一些特殊固定的金流 而根據新勤安年齡統計 三十到四十歲占比最多 就是因為各大行庫 普遍有七五法則 未來可能嚴格執行 指示新勤安 助政全台房地漲勢開花 央行也可能在計第六波打房 其中一項可能調降第二戶 房貸乘數到六成 也不排除擴大打擊面道 全面納管 專家認為首當其衝 除了投資客以外 三年前購買預售屋 準備交屋的屋主 也可能來不及應對 或是購地貸款陳述 和豪宅門檻降低 都可能是打房手段 要打到要害 抑制房價再漲 TVBS新聞 楊小張慧仙 台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